北傑的運作是由馬達帶動齒輪 鞠躬向社會道歉 北傑手扶梯意外發生四天 終於出面說明 十一號晚上 新埔站的手扶梯 失速的鐵路 三十名乘客跟著失足往後摔 有意願之疑 明明北傑手扶梯有兩道煞車 難道事發當時都故障嗎 北傑解釋 手扶梯的運作是由馬達帶動齒輪 煞車競能開啟後 齒輪也會跟著停止 但是事發當時 齒輪和軸心卻鬆脫了 廠商出判手扶梯下滑原因 和煞車無關 而齒輪軸心之間鬆脫 北傑說是史上頭一遭 但明明七號時捷運安檢都沒有問題 怎麼還會發生這種意外 半年檢的部分看不到 不可能把它吊起來 吊起來費用還有時間是非常長的 會影響旅客 上一次測試 半年級應該是二月份 和這次意外同型號的手扶梯 北傑總共有兩百四十八台 分布在松山新電線全站 和阪南線昏陽道新埔之間 但議員不滿北傑 沒找出齒輪鬆脫原因 到底真正原因是什麼 無法對外說清楚 反而積極地在追查 這影片是怎麼流露出來的 這是在殺雞警頭嗎 除了故障手扶梯停用 其他不受影響 至於詳細檢查報告 會在一週後提出 但只要一天 沒找出真正故障的原因 民眾搭乘捷運手扶梯 都會提心吊膽 不放心 華視新聞方一庭李鴻傑特別報導 想要獲取更多新聞資訊 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動態 趕快訂閱華視 YouTube頻道